这个板子是反映了什么问题 这个板子用户拿过来说电压和电流都往上飘 就是它跳到1000伏会飘到1200这个样子 1000伏飘到1200对 现在查到有什么异常呢 现在查这一块都已经查完了 现在就是有个基准电压 这个10伏负10伏的基准电压 查到有负11伏 这个是什么芯片 AD的芯片是吧 AD7837 有没有资料打开 看一看呢 好的 资料找一下7837 半导小线 7837 找到了 第三九 第三角A通道的参考电压 第十角B通道的参考电压 然后用户也发了那个资料 它的基准电压是在这里 它说有个负10伏 这是用户发来的资料 这是多少伏 现在测试是负11伏的样子 测试一下 这个第三角对地 现在是负11.15伏 那基准电压不对 基准电压不对 那就相当于尺子都不对了 那肯定是它输出的电压也不对了 先要把这个整好 把这个电压整好 你看这个电压是来路是从哪里过来的 然后或者是是不是需要调整 好的 现在跑线路再查 你现在去了这个 去到这个芯片了 这是一个运放 对2267这个 运放的话 那你就要看它的周边的电阻 电阻或者运放本身是不是有影响 有些可能是有脏污就影响了 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脏 有点腐蚀 有点腐蚀是吧 那你先处理一下 把这个元件把它取下来 用洗斑水清洗一下 然后再上上去烘干 再试一下看准不准了 如果还不准的话 那就估计是元件可能有参数有变化了 那就要一个一个测试了 好的 好